Satikah 包包 咳咳 咳咳 包包卡坦了 那个 我们昨天呢已经 在青莱转过了蓝庙 白庙还有新哈农场 今天呢我们就准备乘坐 长途大巴车到青麦去了 在青麦呢我们会去 感受一下阴塌农山 还有那边的水灯节 以及一些有名的地方 那我们就准备走这 大家早晨好 现在是早晨的六点过和七点了 我们今天呢准备去到 阴塌农山去感受一下 泰国第一高峰的美景 一会儿我们吃完饭呢 车可能就会来接我们了 这次是抱的一个一日游的团 而且是配的中文讲解 所以相对来说 走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 就准备先吃饭 然后找车咯 从青麦的这个市中心出发的话 大概要一个小时 20分钟左右到达 云塌农山 而且上车之前建议吃运车片 因为整个山路可能会比较难走一点 现在呢到达了一个休息点 然后导游会去买票 在这边可以休息大概十几分钟 第一个停留点这边就已经能看见 小的也不算小啦 大水潭 现在已经到了瓦吉拉滩瀑布 哇这边已经可以看到瀑布了 进到山里面真的是神清气爽 这是我们的导游 这个瓦吉拉滩瀑布的名字 泰国人叫 我喜欢瀑布 水油啦 天然的国王的名字 为了期待 是出国王蓝湾国王 看我眼睛上的水雾 超级大的水 我们再往高兔走一走 上面有个高兔的观点平台 哇哦 太漂亮了 这个 我们下一站呢是去到全泰国最高的地方 也是全泰国温度最低的地方 上了以后温度明显的就下来了 我觉得十几度的感觉吧 这边会进一个公园 这里面的温度又下降了 因为它是阴凉的嘛 感觉也就是十度十二度这样吧 真的好冷啊 但我穿着短袖 我觉得还可以忍 这边呢是泰国的最高点 也是樱塔龙山的一个观景点 海拔2545.3341米的观景点 在这边排队照相 这里面相当于也是一个花园 我们可以在里面顺着他们安排好的这个步道 然后在树林间漫步 今天早晨凌晨6点 平台龙山的温度是5度 所以来这边尽量还是带一件外套比较好 现在呢 樱塔龙山的温度是14度 不太后的轻功了 来这边左手边右手边那个是左 最后的轻功 电梯关了要走楼梯上去 这边呢是九世皇的塔 但是它里面呢 并没有什么关于九世皇的东西在里面 里面供奉的是佛舍 这个后面是一个花园 这边的花好好看 大绣球一样 这边的花园 以前吧 以前都是住人鸭鸭鸭 然后21岁就当他说了 25岁那年 我到这场里面才开放 好呢 一大山见过冰 太多就来 再把这个小土边做出来压给水 全部开了 然后呢 就带来松柱一坡做完 然后呢 带来这个水果 来一些冬菜吧 就接着这个花园鸭鸭鸭鸭 绝对保护这个山坡 皇后的塔 我们就准备坐电梯上去了 这样省点劲儿 风声就知道上面风有多大 我觉得现在有点冷 一样很难受的 看上面这个风 我感觉都把我吹得年轻了 因为吹得像松子一样 两边的塔呢 都是佛塔了 然后转完之后 可以拍一拍上面的云海啊 在高山上 看一下下面的景色 刚才导游说 这边等车等太久了 然后不让我们等 它带着我们直接徒步下山 倒挺好 这也是另外一种体验 这边呢是苗族街 这边卖各种各样的水果 蔬菜果干 这草莓 要一包这个 好吃好吃 味道特别正 我尝一颗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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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草莓面好重啊 好香啊 因为他们这高山上也是产草莓的 也是本地产完就本地卖 好吃的好吃的 好香 которые肚子시 吃着 这边牛油果太平安 STEM 能比较柔 material vy rgg 大家一起吃的 更香的 饭下面就该去进行三公里的山地徒步了 这个才是重头戏 每个人可以摘一个芭蕉 好 到达爬山的起点了 我们看一下爬山的起点就在这边 这条路总共会有三公里左右 我选的是一条比较简单的道 这条道因为我带着爸妈来的话 岁数比较大的就比较好走一点 它还有一条是更适合一些年轻人的 那条道相对走起来难度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可以选择相应的道路来爬 灯山棒吗 不用 我们不用吧 随便你们拿一个 我觉得应该不用 我觉得应该不用 谁需要吗 没动没动 我们看 从现在开始爬到要爬 一共三公里吧 它不是一直上坡 然后一下坡就有爬那个楼梯 它有经过河 经过那个瀑布 我路的时候小溪只一看看 旁边会有这个动物出来了 有蛇有其他动物出来了 前面还配了医生 这个也是当地的导游嘛 哦 也是一个医生 哦 他包里面背着药品 这康树呢 到了这个嘛 这个背野火 哦野火烧了嘛 然后呢像这个就能拿去过去烧 哦 烧火嘛 要把它烧回来 那皮里面它有肉嘛 它有这个姜嘛 你只要活的时候 你去烧火就终于会烧肉 啊松子 嗯 松子 应该有松子 哇 好身手 这个是这边的长颈族嘛 嗯 太挺了 这一位和那一位 你看穿着的衣服 哦 哦 长颈族啊 这长颈族 其中一个族 一个族 白族 不需要带脖 只要穿着衣服就不一样了 哦 你看 长颈族也分成了四个不同的族 他们这个就是不用带长颈的那种 这个啊像这个图啊 像我们那些赛能处里 我也喜欢 拿去做这个 捏成一个圆圆形的嘛 去弄成弄成那个蛋公子嘛 嗯 蛋公子 啊 打了手啊 用这个过去除了 除了圆圆 再拿过去晒太阳 下面一定也有水了 嗯 下面可能也会有水 你可以摸一下嘛 潮的 它很潮湿的嘛 哦 是 嗯 嗯 嗯 是水进来的吗 不是 这是假的 假的 哦 在这附近是也会有这样的水 哦 它叫着水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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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一直要走下去 刚开始会有点难度 后面会稍微平一点 嗯 这是一个瀑布哎 我现在在瀑布的上边 嗯 这有什么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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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情打好 这里像这里的话呢 一般 你们要是在五六七八九就放过来吗 这里这山呢 会看到这个芙芦花 芙芦花 你看 这山会看到芙芦花 粉红色的又白色的 所以整个山全部的山就会开了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镜丝 我要在这边照一照 太漂亮了 这边 这边有寒羞草 真的合上了 不好意思了 哎呦 合上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前面已经看到人间了 都是拿树叶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咖啡果 这边就是咖啡豆 那是红色的 那是红色的 一个个的状态 晒干 还要几个烘烤 里面还有一层皮 还要把里面那块肉包起来 这个可以吃掉 可以吃掉的 这边 这就是他们烘烤完的咖啡豆 这个还需要拿过去烘烤一下 烘烤好了以后呢 用这个剥鸡 把它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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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就叫里面那个 再拿过去烘烤一次 就叫里面得开 咖啡豆 来莫生鸽 这个就是他们这边现磨的咖啡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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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苦 喝点 现在就直接过夜市了 回市光了晚上12点钟 还会有点 嗯 要往上一边 转完这边的咖啡店呢 今天整个阴他农山的这个一日游 就算是正式的结束了 那一会我们就会乘坐中巴车 然后再回到酒店那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一日游的话 可以考虑抱一个这种团 因为这个团确实呢 呃 对于我们不熟这个地区的人来说 省心又省力 呃 交通你不用担心 吃的你不用担心 语言你也不用担心 所以呢 就直接上车就尿尿 下车就睡觉 上车就睡觉 下车就尿尿 就可以了 呵呵 那这一集我们就先转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包包的影片 不要忘记帮我订阅点赞评论转发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大王你来追我呀 大王 哈哈哈